他深爱小夏镇的徒弟 他用脚步丈量民情 他用行动守护梦想 他用爱和责任主力村庄发展 他就是来山区院阁庄街道后山村第一书籍 韩中华 2020年之前的后山村 两年半没有开过党员会议 村庄发展沉寂不前 民心涣散 自2020年3月9日上任以来 为迅速摸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韩中华不是在走访 就是在去走访的路上 爱家爱户上门走访 一户都不能落 这是他的信念 更是他对工作最质朴的态度 在用最短的时间 掌握了村情敏意之后 他的工作思路也渐渐清晰了起来 后山村所有问题的根源 就是两尾巴的不团结 搞内耗 造成村的一些黎明工程 一些基本的一些村务 都无法正常开展 造成了很大的局面的被动 老百姓对这个非常不满意 但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所有的团结只能是灭核心 抓住了主要矛盾点 韩中华开始在两尾班子里面做文章 为化解两尾成员积怨已久的矛盾 他多次上门聊天 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 一天不行 就两天 三天 就这样 韩中华凭借着这份真诚 最终让两尾成员主动放下个人恩怨 一切以大局为重 以村民的利益为重 工作中加强沟通 求同此意 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 先干起来再说 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 还想向我看齐的口号 韩中华深知 作为一个外来的和尚 必须做到以身作则 率先垂反 才有底气 要求别人 放火期间 他要求两尾成员六点到岗 而他自己在五点四十分 就早已站在了防火检查口 靠着这份言语律己的执着 韩中华赢得了两尾成员的信任与认可 初心再判 使命必达 院阁庄党工委 对后山村的党建工作 每周进行调度 每月进行研判 韩中华在党工委的精准指导下 凭借着二十多年从井经验 他从党员教育整顿 规范村务管理 制定村规民约开始 着手抓强党员队伍建设 首先抓两尾班子的团结问题 加强党员党心的凝聚力 我们两尾班子才有战斗力 召开好党员大会 村民代表大会 这一系列的会议 就是是我们统一思想 形成合力 凝聚党心人心 这一系列就按照我们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 去落实这些农村基层 党员工作 所以说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为凝聚党员力量 规范党员作风 他决定先召开党员大会 会议没有仪式感 党员就没有使命感 为此他精心制定方案 布置会场 除微信群通知与电话通知之外 他还专门下发了纸质通知 会议一时 国歌奏响 不少老党员眼里 早已沉满泪花 人心瞬间被凝聚在一起 那次大会 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 昨晚我们在三年度 我们开始一个全体党员大会 就是大会开的特别的成功 党员为什么可以那么多呢 看到了希望 去了拍的新的序给来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车别话挺大的 党员有希望 我们都看到了明天 看到了以后的这个情绪 党员回归组织 干事有了平台 后山村的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正逐步显现 党界引领强动力 集体发展有动力 为进一步增强村集体凝聚力 韩中华常常白天 在村里走访调研 村情迷异 晚上在村委 集思广义研究工作 为了让群众赤头国家政策 韩中华把十九大精神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反反反复复的学 一文本被标注的只有他自己能看得的书 一路落认真手写着他的学习心得 这是他取之不尽的信仰力量 为后山村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机遇 人心起泰山仪 在这满是悉尼的村道 看着满山遍野的垃圾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村子变得明镜整洁 他充分发挥党界引领 为党员干部提供实战平台 将村两百成员六人分六个片区 一人一滩赏罚分明 短短几天时间 原本的垃圾山重新变回了绿地 为了方便百姓出行 他带领村民开启户户通工厂 一户户地串出了村民对他的信任 陆路相通户户相连 连通了人参更凝聚了人心 为村民做好福 这是韩中华来当第一书记的初心和使命 老百姓的吃水问题 纯净水问题 历年村民往来仗 集体欠缓问题 在他的努力与协调下都一一解决 这无疑浸润着后山村美护云的新地 村民脸上挂起的笑容 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从环境公开透明 村庄发展重回正规 眼前的这个小村庄终于不再那么冰了 到处都蒙发着新的生机 我觉得做好这个农村党组组工作 你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一定也有真心真意 把这个村搞好的决心和恒心 更要有一种真正为村庄的老百姓 谋福利的一种真心 百姓是五小事 这是韩中华对后山村的一颗真心 党剑引领 基层治理 宁心俱立 为民服务 这是韩中华为后山村找出的一条强村富民路 同时也激励着更多的村民 干部 勇意主行 继续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